作为85后的一员,刘诗诗一直以气质著称 天鹅紧,直角尖,眉眼温柔,淡雅清新 她的气质和美貌足以动人心魄 可正如温婉的气质也禁锢了观众对她的印象 导致她的演技一直被人热议 虽然刘诗诗的演技没有达到尽善尽美的地步 但也有可圈可点的地方 她更多是用多个经典角色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本期视频就让我们来盘点一下 刘诗诗在不同影视作品的表现吧 说到刘诗诗,很多人都会用人淡如菊形容她 文婉清丽,婉如画中仙子 这种我见有脸的气质一直都是她的优势 也为她饰演的角色真色不少 而早期的刘诗诗可谓灵气满满,演绎俱佳 她的第一部代表作就是《仙剑奇侠转三》 这部剧可谓古装仙侠剧中的经典 当时《仙剑》系列爆火 剧中的一众主演随之走红 刘诗诗也凭借龙奎这个角色一炮而红 而那时的刘诗诗颜值演技均在线 她还在剧中一人分尸两角 龙奎本是江国千娇百宠的公主 她身心善良,却突遭国魄家王 跻身于魔剑中 因此,龙奎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 初见时,龙奎身着蓝色的广秀流仙裙 看起来仙气飘飘,温柔可爱 她对着景天喊哥哥的样子 激起了不少人的保护欲 而红衣龙奎的性格张扬,高冷霸气 拿着弓箭的样子更是阴姿发爽 众所周知,刘诗诗从小就学习舞蹈 她身上有一股柔美感 而且她本身性格温柔,长相甜美 对她而言,蓝衣龙奎的性格更符合本人气质 红衣龙奎则是个挑战 不过,刘诗诗将两个极端的人物性格演绎得活灵活现 尤其是龙奎两次训剑时 无数观众都在为她落泪 这使得刘诗诗演技青涩 当她诠释出了龙奎的双重人格 双命龙奎成了她的代表角色 她的演技也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继龙奎之后,刘诗诗的另一爆红角色 便是步步惊心里的马尔泰若西 而距离若西看雪的场景 直到现在还有颇高的流传度 足以见得这个角色有多深入人心 刘诗诗本身无关端正大气 淡雅宁静的气质 也为其古装扮相加分不少 而比起《仙剑奇侠传》 刘诗诗在《步步惊心》中的演技更为成熟 前期的若西古灵精怪 豪爽大气,胆势过人 后期的若西谨慎离性 隐忍压抑 从无拘无束的贵妇小姐 到困于后宫的女子 刘诗诗演活了若西的一生 同时,她也表现出了若西感情经历的跌宕起伏 她对八二哥的依靠 对四二哥的痴情 都让人心疼 刘诗诗把若西的独立、智慧、深情 演绎得十分细腻 最关键的是 刘诗诗在剧中的造型美如画 尤其是她身着一身红衣 站在雪中跳舞的造型 哪怕现在看来 也依然美轮美奂 直到如今 若西人就是很多人心中的白月光 后来 在另一部与虎哥、唐烟合作的电视剧 《薛元健之天之恒》里 刘诗诗一改往日温婉善良的形象 饰演了刁蛮任性 古灵精怪的踏拔玉儿 而当时的刘诗诗年仅25岁 外表清纯可人 再加上她的仪态出众 可以说刘诗诗很适合演古装剧 剧中的她一写红衣 出手果断 尤其是她吹笛子的场景 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且刘诗诗演技在线 踏拔玉儿看似没心没肺 实则重情重义 外刚内柔 刘诗诗将活泼 聪明、直爽的踏拔玉儿 塑造的活灵活现 凭借这个角色 刘诗诗还一度登定 女演员数据榜首 一直以来 刘诗诗的古装剧 都没让人失望 不论是聊斋奇女子 白蛇后传等剧中的温婉形象 还是怪下一只眉 天涯之女中的直率性格 她都能够完美驾驭 即使到了现代剧 步步经情中 刘诗诗的演技也毫不拉胯 在该剧中 她再次一人分尸两绝 沉浸温柔的张小和 高傲清冷的蓝蓝 在刘诗诗的演绎下 这两个角色 能够让人一眼分开 她在剧中的造型 也十分养眼 可惜的是 步步经情 作为步步经心的姐妹片 由于剧情的混乱 导致该剧的热度不及以往 此后 刘诗诗接拍的古偶剧 依旧收获了广大的好评 在《修春刀》 《风中起源》 《女艺名飞传》等作品中 刘诗诗的演技 颜值一如既往 她优雅沉浸的性格 也非常符合剧中人物 尤其是《女艺名飞传》 这部剧还曾取得 全国收视第一的成绩 而刘诗诗的表现 也无可挑递 她饰演出了 谭允贤的坚持固执 以及对医学的痴迷和热爱 谭允贤可以说是 刘诗诗的又一代表角色 可从这之后 刘诗诗与唐人合约到期 开始个人发展的转型之路 她不再大幅接拍古偶剧 而是朝着都市爱情剧发展 可惜这些现代剧 都没有太大的水花 然而 自她个人发展以来 还是和陈伟霆主演的古装剧 《最玲珑》 刘诗诗在这部剧中的表现 依旧亮眼 身穿古装的她 既出城脱俗 又风华绝代 对于剧中的苦情戏份 她手到青来 甚至有网友评下 这是她近年来 最好的演技呈现 回看刘诗诗的古装剧 不难发现 她被高度赞扬的角色 往往跟她本人高度相似 纯洁淡雅 清新脱俗 此外 这些角色的人生轨迹 也高度重合 几乎都是从天真到沉稳 因此 很多观众对她产生审美疲劳 甚至有人批评她的演技 但不可否认的是 刘诗诗与古装剧 适配度极高 她的每个角色 都能惊艳众人 可当古装女主 走到现代剧 却饱受争议 《亲爱的自己》 可能是刘诗诗 被骂得最惨的作品 这本是刘诗诗 产后付出的第一部作品 备受大众期待 但该剧播出后 其口碑却褒便不一 收视率 更是一度暴跌到0.5左右 不同于古偶剧的 言情浪漫 都市剧讲究现实主义 或许对于古偶剧 出身的刘诗诗而言 她并不擅长 都市剧的演绎 而且《亲爱的自己》中的 李思雨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角色 李思雨在职场上 雷厉风行 可她却对职场生态 抱有天真的想法 同时她还颇具野心 按理说 如此矛盾的角色 给演员带来了 巨大的发挥空间 可惜刘诗诗的演技 不足以完美诠释这个角色 或许是太久没有演戏 导致她的表演 有点用力过猛 摇头晃脑 略显油腻 不过 刘诗诗在剧中 也有高光时刻 比如李思雨失恋后 带着倔强的表情流泪 让人心生怜悯 此外 她怒打渣男的场景 也让人看得解气 可比起刘诗诗 忽高忽低的演技 角色不够贴脸 可以说是最大的问题 一直以来 大家对刘诗诗的第一印象 就是人淡如剧 观众见惯了她嫌弃飘飘 或佛系的古装女主 自然会觉得刘诗诗 与野心勃勃的李思雨 太为格 刘诗诗付出的手不细 亲爱的自己 惨遭收拾绿黄铁炉 她也只能寄希望于 柳金岁月 这部剧本是预定的爆款 有一众老戏骨的加盟 还有刘诗诗和妮妮 两位当红小花作证 剧中两人的姐妹情 也打动了不少人 可刘诗诗诗 还是高开低走 而大部分槽点 都集中在刘诗诗的演技上 甚至有网友将刘诗诗 和妮妮放在一起比较 刘诗诗诗演的蒋南孙 是一个缺少亲情的富家小姐 妮妮演的朱索索 家境一般寄人理下 两人的第一场景爆发戏 都与父亲有关 朱索索和爸爸告别时 从隐忍不发到强忍眼泪 妮妮在表情和动作的表演 自然有层次 而蒋南孙和爸爸 因相亲对峙的场景 本该是她的高光时刻 可蒋南孙的特写却很少 不过刘诗诗在《流行岁月》中的演技 有所进步 可该剧中全是演技派 尤其是在陈道明 田玉 袁权等演员的对比之下 她的演技短板就更为明显 还被网友吐槽 刘诗诗像是个花瓶 甚至有网友将她和张曼玉 在《流行岁月》中的表现对比 张曼玉饰演的蒋南孙 有年少未经世事的天真 有步入职场的烟火器 也有与朱索索的姐妹情深 反观刘诗诗 完全没有演出蒋南孙的精髓 同为《流行岁月》的女主 妮妮凭借这部剧 提名了《白玉兰事后》 刘诗诗却一无所获 但不可否认的是 刘诗诗的演技在稳步提升 剧中人物的基本情绪 她都表达到位 唯有深层次的情感 无法精准表达 总体而言 刘诗诗在《流行岁月》的表现 已经比《亲爱的自己》好了很多 回看刘诗诗的演艺之路 她可以说是一路顺利 当初年仅17岁的她 因参演电视剧《月影风和》进入演艺圈 随后签约唐人 并出演了《仙剑旗下转三》 《步步惊心》等多部热播剧 从《唐人一姐》到《四小花旦》 她确实既努力又有实力 而且因为人淡如绝的性格 她常常被人称为娱乐圈中的清流 可对于演员来讲 刘诗诗的演技非常适合古偶剧 优雅的身段和气质都十分贴近角色 但从刘诗诗转向都市剧发展后 她饰演的角色几乎都是复杂真实的性格 或面临痛苦杂乱的困境 可对于这种复杂的角色稍有差错 她的演技就会备受争议 自2020年流经岁月的蒋南孙后 刘诗诗仅饰演了1921的一个角色 此后再也没有进组 希望刘诗诗可以多多磨砺演技 多尝试不同的角色 期待她下一部爆款剧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盘点 大家觉得哪一部影视剧 是刘诗诗的演技巅峰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 喜欢视频记得点赞订阅分享 我们下期盘点再见